去年我分别代表北大留学生以及在华国际青年领袖 参与逐笔提草了两分至习近平总书记的书信 到2020年我们没回去 我们选择留在中国 我们看了疫情爆发之后 中国在比如在武汉的这么一个 带见了两所医院 一二三 这些个奇迹又 宣布了这个摆脱贫困 我们就觉得这个是挺伟大的一件事情 是创造历史 因为刚好要祝贺建党百年华丹 所以我们也想通过这封信 把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体会去分享给他 也没有想象他会回的 而且回的那么快 你看大家都开心 而且真的心潮澎湃那种 就是他给我们北大留学生回的信 我来中国是来读懂中国 而且我是带着很多问题过来了 给我一个初步的答案 就像他说读懂今天的中国 必须得读懂中国共产党 但是也有一个就是百文不锐 因为当初我一看就这两个就 就是对我来说意义中的 他邀请我们去很多地方去看看 更深入的了解真实的中国 所以我觉得这个倒是说的挺对的 而且是我一直以来 就是一直在努力做的 我去了江西我去了贵州 我去了河北 我去了包括宁夏 上海 苏州又去了其他地方 我去了四川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江西 神山村 他就是我们去 他就去了 而且当初神山村呢 是不到二百一十个人 当初他去的说的那句 不要放弃对吧 坚固奋斗 现在呢 通路了 而且都已经有 比如说电商啊都有了 对对对对 这是在神山村 我们第一次要去打瓷吧 因为当初CGC也做了 一般的情况下 打破我们的这个领导的形象 自己去拿了 自己去打了 而且自己去包了 所以我觉得他是有经验的 他很接地气 他很接地气 而且他知道很多的 其中乡村的一些reality事实 有了回信 去了江西之后 对吧 你能够更好地去对应 包括金刚山精神 我才能开始慢慢地去 就是思考这份回信的深度 刚发出的这个 习近平谈中国理政的第四卷 我真的盼望着去看这些 因为我对他的中国理政 非常感谢去 而且挺佩服 特别是扶贫 因为我们非洲还是非常大的问题 中国为什么呢 非洲怎么怎么才能 因为我是有非洲的这么一个 有非洲这么一个背景 因为我说我想要解决非洲问题的 我是来学习 Drummer是为了这个习主席 提出的这个精准扶贫 我想了解到底是怎么个运作 是怎么个精准 而且老百姓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20年有幸去当村官 山西旅梁市新县 有一个小村沙豪村 跟着沙豪村第一书记 大家知道这家有一条牛死了 他们就那条牛是他们家 他们家的 所以我们一家一家的去问 去看一下他们的情况 因为你这把年纪了 你的医疗保障啊 他有墙就写了 我比如说 这个比如说 这因为他可能他说 他记性政府给我了什么 他的医疗什么 所以我们所有的问题 他好像是一个diary一样 所以我觉得特别具体特别细 大家觉得这个习近平总书记 他非常关心他们 那几个年轻的干部 今年干部呢 是中国共产党和习主席 去派去照顾他们 一有什么决定 人放在前面 人的利益 人民之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 就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点 你怎么因为很多人 你怎么把那么多 而且中国是14亿的 你怎么把他的问题放在前面 而且我去了很多地方 我会了解到 每个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而且自己的特定的问题 那你怎么在这么大的一个方针 把这些几个问题都解决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